我想牵他的手他也让我牵 我想抱抱他他也不拒绝 可是呢他嘴上却说着 这样下去对我不好 这是一个男粉丝的来信啊 他说我和他呢本来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相处过程中我就挺喜欢他的 然后呢我们就经常一起吃饭啊互相了解 后来我对他表白了 可是他拒绝了我 拒绝了我之后啊我们继续相处 我会发现我去拉他的手他也不拒绝 去抱抱他他也不拒绝 但是呢他会跟我说 哎呀好像没有恋人的感觉 他这样下去对我不好 他来问我说你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 其实呢我一个做心理学的朋友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啊 我觉得对我特别有启发 他说你千万不要听别人嘴里说什么 因为他说什么都不重要 而且有些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人的念头啊都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你看他做什么就可以了 从你这个情况来看啊 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身体上不抗拒你 那么你就接着往下走一走嘛 他说对你没有恋人的感觉 说把你当兄弟一样 我觉得说不定是你走的太慢了呢 你说是不是 我们해도不定是你走的太慢了呢 这个是你走的太慢了呢 不还要是你走的太慢了呢 那我一个未经许有什么 真正可换的太慢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